小青 已经向您道过歉了 而且我们都已经向您道过歉了 可是您呢 不仅对她体罚 还对她进行人格上的侮辱 没错 您是总监 我们是普通员工 但是在人格上 我们是平等的 如果您坚持不道歉的话 我想后果您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先于您的人离开 您的声誉 将在这个行业毁于一旦 将在这个行业毁于一旦 好 你想让我怎么跟她道歉 在设计部的会议室里 召集设计部 还有销售部的全体员工 为初中系列举办一个庆功会 并在庆功会上向小青道歉 那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真的删这个识别 如果你又拿她来要求我怎么办 如果我真的想拿这个视频 要挟您的话 我为什么不在公布竞赛结果之前 就拿着她直接逼您退出呢 本来这个视频我是打算 自己留着慢慢欣赏的 可是谁让你欺负了我的朋友 班总监 今天人我都给你交起来了 有什么事吗 各位 之前在初中的系列销售过程中 我们部门由于销售任务过重 没有给予初中足够的重视 所以导致销量不好 但在遗忘拿回销售权之后 初中竟然在短时间之内销售一空 这让我们深感大吃一惊 也让我们深感自责和钦佩 所以我在此代表我们销售部 恭喜你们 班总监 你太客气了 在这次销售过程中 叶小青有很大的功劳 她最近这段时间非常辛苦 有时候态度不好 是我的问题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我 叶小青 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接受接受 完全接受 全部接受 发生什么事了吧 发生什么事了吧 敬请千万别热班总监生气 亲爱的 来 你给大家伙讲讲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啊 真的 秦燃 我刚开会的时候都傻了 你怎么做到的 我就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了 谁 您口下有弄弄的好吗 我跟他死哥呀 我跟他死哥呀 好了 好了 各位 我们下面的设计任务 还是非常重的 秦燃 找林总签个机 预备 好 你 你好 请问一下林总在吗 林总不在啊 不是 怎么了 你找得很急吗 是 我这里有一个文件 需要林总马上签字 林总她 她 她刚去厅市场 你追一下吧 没准能追上了 好 谢谢 林总 我听说你用一段视频 让班雅琪给叶晓卿道歉了 您怎么知道啊 群里应该没有传这些吧 除了那几百个大大小小的群 每个地方还会有一张暗网 专门传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东城这么大的屋子 这张网自然也小不了 暗网 找我有事吗 嗯 灵溪套借需要到采购部打样 申请钻石 请您签字 样品什么时候能出来 本周四就可以了 嗯 嗯 操操吧 谢谢 应该赶紧了吧 这还有一点 河男女 你来这 天呐 冬陈从零艺和设计师 台下清空的供贿 就是 冬陈从零艺和设计师 这个不是那个新来的设计师 在顾是吗 顾是吗 我们顾是银 设定的真是 比如说 好酷啊 她也住了 这下车里面是那个 这下车里面是 有照片了吗 我看到了 太紧 offshore了 这是她可以毕竟下车本的吗 对啊 是啊 来 看自己点 放她 天哪 咱俩真有事了 没有转吗 你找谁啊 林先生 我是孟潇潇 孟潇潇 您资助了我十年 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而且成绩很优秀 我是来报答您的 有点印象 学的工商管理是吧 对 我跟你说啊 我资助你不是没让你报答 我过去也是苦读人 知道没钱读书的痛苦 现在你大学毕业了 恭喜你 祝你有个远大见证 还有事吗 林先生 您是我的恩人 我今天真的是来报答您的 就哪怕 哪怕让我给您当保姆都行 真的 我都说过了 我资助你 真的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 不 林先生 我知道 但是您说您资助了我十年 我这如果不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这心里头 您 您再好好看看 我学习成绩真的挺优秀的 您就给我个机会吧 我求求您了 进来说吧 我可以安排你到我的公司 东城集团来上班 怎么样 真的 那 是不是说明我每天都能见到你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啊 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的关系 就当作我们从来不认识 能做到吗 为什么呀 很简单 我不会特别照顾你 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 而对你特殊化 一切靠你自己努力 我愿意 这么明明是去签字 怎么就变成私会了呀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明显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再说 再摸了 这角度倒是抓着很条线啊 你们这怎么了 晴妍 出事了 你不知道啊 出什么事了 你看她的表情 就是显然不知道出事了呀 显然是这些照片 没散到你之前加过的几个群里 什么照片 你自己看吧 我 那么请问一下顾兴颜女士 您是什么时候跟林总 在地下车库撕毁的呢 撕撕 我刚刚是去找林总签字的 你们都知道吧 然后 然后林总他 他刚好在那个地下停车库 他要走 所以 所以我就追出去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林总为什么摸你的脸 小青他不是轻摸我一口吗 然后脸上有吻痕 林总他是指给我看帮我擦 他没有摸我脸 没有 是我的 所以真相大白了啊 都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吧 赶紧各自到这个自己群里边 去给我辟谣去啊 马溜的 我 我在这群里多 我帮你多辟几个啊 放心吧 搞定喽 不是这样的啦 您听我说 是这样的 你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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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林怎么来了 你干的 走吧 愚蠢 董事长 这个顾信言 他一定是林毅的人 绝对是 就算以前不是 现在也一定是了 这几张照片 能说明什么啊 我就是厌不下这口气 愿赌服输 连这点气量都没有 难怪一直被林毅压制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是 董事长 这个林毅今天想着 收回遗忘的销售权 他明天就想着遗忘的财务自由 还有一件事 董事长 今后不准再给设计部使盘子 他们需要什么 你尽量配合他们的工作 为什么 一个好的销售总监 除了销售能力 还要有执行能力 你只管执行 别问为什么 看来这个牌子 还得多挂一阵子 都据 pressed tv 我知道 你又 DON'T 就该换 什么 你现在 물론 不要不要 你 testament 或者是差 帮助万 我记得容易 你知道更经历 连劇 我根本不怕影子鞋 我就是签字这么一小话功夫 就出了这么大一个绯闻 我都不想去想是什么情况 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基本上现在形势的控制差不多了 那些看事情不怕事大的 基本上都进入到了官网状态 谢谢你明康 不要客气 我觉得你 除了特别能八卦之外 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什么能力啊 平息八卦的能力 你好像特别知道 人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然后又可以凭借这种兴致 危机公关的能力真的是 我跟你说这话我太爱听了 我那根本就不是八卦 这就是信息时代非常重要的公关能力 别夸我了啊 别夸我就该上天了 再说了咱们可都是干过水杯的人 不会看见雕坑里的 谢谢 有点客气啊 下活去了 来吧 林哲 唐能使人快乐 谢谢 你跟林总是怎么回事啊 喂 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啊 八卦之心人人皆有了 没什么的 就是被偷拍了而已 其实我大概都能猜出是谁干的 你跟他真的没事啊 人家是总经理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 能有什么呀 不过唯一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是 大公司里的人还真是各有神通啊 就是去找领导签字 这么小的一个事情 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一个八卦 看来东城的人 还真是有当娱乐记者的潜质 你跟林总没什么事儿 我就放心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深陷八卦宣温的中心 我就放心了 赶紧喝吧 等会儿就凉了 怎么样 心情是不是好点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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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以往品牌授权交接工作呢 已经基本完成 灵溪系列的设计图呢 我也催过了你 从中间了 您就放心吧 好嘞 还有事儿不 有 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 说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 有几张照片 在公司里已经流传很广了 什么照片 我怎么没见过这几张照片 我怎么没见过这几张照片 我的老大呀 您的智商是忙没了还是怎么的 那几个传播者胆子再大也不敢 发到您手机上啊 几个小群私下里传的 我这几张照片啊 也是他们私下传给我的 现在传到什么程度 传到什么程度 我都不清楚 但是咱们设计部的几个同事呢 这已经辟谣了 说顾兴颜找您来签字 谁信呢 是啊 没人信 我信 我信了 还穿什么了 老大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说吧 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说的 他们说呀 说您这么快就成了城里的钻石王阿五 越富呢越结不起婚了 这么老又不找女朋友又不结婚 是不是您那个取向有问题啊 还说您是不是喜欢女奇心 怎么回了 怎么传怎么传吧 把照片给我删了啊 得嘞 这就这样 等会儿 传给我之后再伸 明白 您好 我是设计部的 顾兴颜 知道 怎么了 又来去钻石啊 我需要一颗裸钻 等一下 谢谢 这不是上次那颗钻石吗 是吗 您能不能帮我再去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 不是我要刁难你 而是我们真的只有这些钻石 怎么回事 抬了一条钻石 是 拿点好的给人家挑吗 这 这不是已经是最好的了吗 没有更好的吗 有还是没有啊 别拖延工作时间 赶紧去拿 我也是来挑钻石的 董事长 顾兴颜领了一颗裸钻 说我用途了吗 好像是做灵溪的一个样品 知道了 董事长 董事长 最近公司关于林总 和顾星岩的绯闻 我已经让公关部的 孟总监处理了 事态已得到了控制 另外有一个好消息 以望品牌的初中系列 销售情况很可惜 这让我们看到了 以望复苏的迹象 以及林总的能力 所以董事会 对灵溪系列也十分看好 但是有些部门 出于某种原因 不是特别配合 这几个系列的生产和销售 这是拖后腿的行为 绝对不允许 以望虽然独立于东辰品牌 资产自销 但是它 并没有脱离东辰 仍然还是东辰应有的一部分 所以从今天起 各部门要全力支持 是灵溪的生产 必须做到 要钱批钱 要人给人 林总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还是资金的问题 经董事会决定 千万以下的款项 林总可以灵活处置 好的 设计部有什么困难 暂时没有 公司内部有传闻说我要卖掉东辰 我不否认 因为我是商人 东辰快挺不住了 自然要交给更有能力 更有实力的集团来打理 但是现在一望品牌让董事会看到了希望 董事会 当然会全力支持 没别的事了 散会 董事会 董事长的意思我有点看不透了 今天顾青年到采购部拿钻石 灵威帮她挑了一颗品质相当不错的 灵溪系列 出了几款设计图了 一款 得抓紧啊 好 总费啊 灵溪系列你可得给我盯紧了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可以再成立一个 灵溪专题设计小组 进这个组的人 可以不用再管东辰其他品牌的设计 具体的设计工作 让顾青岩任所长 先行把关 你做二楼筛选 好的 收到了 林总 您虚怀弱骨 顾青岩不止一次顶撞你 还甚至有那么一点 提防你 你也看出来了 我能理解为 您这是在提携他吗 同费啊 现在不比从前了 东辰现在处于特殊时期 不管是猫是狗 是英雄是狗熊 只要对东辰有利 就都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姑娘 特别崇拜唐老师 对公司的感情也挺深的 前阵子大家都在开组玛丽加班 确实很辛苦 所以呢 你们这几天有些懒散 我就当看不见了 不过从明天开始 屁股都给我在椅子上坐完了 讲诚制度恢复 初中系列销售热头很好 这也是我们的成绩最好的佐证 不过呢 另一方面 灵溪系列的设计进度 却不是很理想 公司成立了 灵溪专题小组 专门负责灵溪新品设计和研发 小组由顾兴颜 李明康和叶晓清三人组成 林总还特别点名 要顾兴颜担任组长 所以呢 你们三个从今天开始 只负责灵溪 不用为其他东辰品牌 进行设计了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散会 欣妍 虽然你当上小组长 我是挺开心的 可是之前答应的 不是说只要谁的设计被选上 谁就是主设计师吗 这怎么只捞了个小组长呢 我已经很开心了 没错 知足常乐嘛 而且从总监又不是第一次画饼 至少这一次 这饼还吃着一口 虽然说从总监 所以咱们交稿的时候急躁了一些 但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指点 还有帮助 说真话 我以前认为咱们设计部只能有 从总监一个总监 看来我错了 兴言 是你给了我们希望 我 这个希望就是 只要踏踏实实做好作品 总有一天 我们能这叫助理这两个字 就是啊 兴言 虽然呢 咱没当上主设计师 但是能当个小组长 那也是不错的嘛 至少说明了 只要努力 还是有甜头的呀 跟我话说回来 还好这主设计师是女了 这要是别人 我可不服气的 什么服气不服气的 不过就是个小组长 而且现在我们是一个组的 我们三个人缺一不可 只要我们一起加油 才可以把灵溪做好 那要照这么说 咱们三个永远是铁三角 那当然了 而且我们是手挽着手的铁三角 我们一起这么做好不好 走教训 走着 来 走 一 二 三 一 淘宝 李明康 你们怎么从刚刚开始 都一直站在我们后边啊 保护你们呀 再说了 鲜花可是需要绿叶来衬托的 喂 这里有家珠宝店 咱们去观摩一下吧 好啊 你怎么又工作狂上身了 工作不是挺好吗 是啊 走走走走 而且存散这两年试头 非常那么好 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 欢迎欢迎 你们这些都是新品吗 你好 看一下这些都是 我们新报的款式 请看看 挺好看的 你们看 你看这个 行 那你拿上我看 看我看 看我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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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戒指拿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您的眼光可真好 这款戒指现在是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一款 您先看看款式 如果喜欢的话 我再给您找合适的号 嗯 谢谢 这是你设计的吗 这个是我大三时候的习总 很好 这个 您好 我想拍一张照 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可以吗 好 可以 谢谢 这下 您可以试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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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次光临 欢迎下次光临 买不起啊 欢迎下次光临 没有 没有 你们知道 璀璨珠宝它是自主设计师还是外聘设计师吗 外聘 外聘 璀璨珠宝呢 它虽然起步比较晚嘛 但是人财大气粗有钱呢 但是它经验比较少 这点呢 跟咱们冬城还是比不上的 不过我可是听说呀 这璀璨珠宝 有一号特别厉害的人物 叫做Lucy Lee Lucy Lee 没错 这个Lucy Lee一手创建了这个璀璨珠宝 而且就在短短几年内 把所有跟他同志化很严重的公司 全都挤破场了 这势头 大有咱冬城唐婉荣董事长的风范啊 你说现在姐姐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呀 难道是巧合 为什么跟交给从总监的席座那么像啊 对不起 顾星妍 你不能随意揣测别人 你知道吗 不能 恭喜你们啊 又都没过 传一伤 又没过 又没过 范范你那也在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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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看 他怎么又被退稿了呀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一稿啊 林康我的呢 都发完了 我 我没有拿到 我这是过了吗 也不一定的 有些时候我明没有过 但是又不给我退稿 我心想可能就被从总监 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吧 对了 从总监让我通知大家一声 半个小时之后会议室开会 做好心理准备啊 今儿从总监的脸色是 多云转雷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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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公司在各项经费 都很紧张的情况下 只有我们设计部上个月 发了双份的奖金 这说明什么 这是期望 这是责任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对得起 公司的期待 你们每个人手上负责的设计 不要总等着我催 要有主动性 灵溪小九那边 你们要更加快进度了 等公司再催就不好了 记住了吧 记住了 下会 聪总监 我的稿子过了吗 没过 如果没有的话 我没有拿到推稿 我叫李明康发下去了 你没有收到吗 他都发完了 我的稿子有点多 我回去帮你找找吧 好 谢谢聪总监 嗯 喂 好 我现在过去 师父 师父 那辆车 师父 那辆车 那辆车 就那辆车 师父 麻烦您开快点啊 啥嘞 姑娘 您这是给自己盯烧 还是替别人盯烧 我这是替我姐盯烧 师父您知道吗 前面那是我姐夫 我姐一心就扑在家庭上 没想到我姐夫她 反正师父您帮我盯紧点啊 这种人呢 就是人渣 您放心 肯定给你盯住了 好 谢谢师父 老公 不 mans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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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口 上次自從你說你堆咖啡因過你之後 我可不敢再給你點咖啡了 謝了 怎麼樣帶來了嗎 這又是顧星妍的稿子吧 你知道的真的很多 稿子沒有問題 我收下了 但是這次呢 我要比上次再給你加一成的費 實貨 我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存在 可以把同時幾步的幾家 遠遠甩在身後的 從總監 怎麼以前不覺得你這麼會誇人呢 怎麼樣 來我們璀璨吧 你把顧星妍帶過來 我保證給你們的薪酬足夠令你們驚喜 你想挖顧星妍 還有你 別費力氣了 你挖不走她的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她對東晨好像有一種很特別的執念 知道有困難 所以我才要讓你幫忙啊 只要你能夠把顧星妍給我挖來 條件任你開 好 我要璀璨的工範 可以啊 你就這麼想挖她 沒有好的設計師就沒有資助品牌 我們璀璨就永遠無法超越東晨 我從側面了解了一下顧星妍 無論是她的年紀 還有她的學歷和背景 都跟我們璀璨的市場定位完全吻合 我有什麼理由 不求嫌若可能 這件事負義 我先走了 等一下 如果你覺得有你出面有些難度 你可以幫我約出顧星妍 我自己跟她談 露西 我很佩服你擴張業務的速度和魄力 但別太有魄力 有時 欲速則不達 好 我等你消息 好 媽 極限我以為 是林依為了拿到你的股權陷害了你 可是現在我發現 她做的每件事 似乎都是在維護東晨 維護你 極限我以為 從非繼承了你的一波 而且她關心我提點我 可今天我卻發現 他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到底谁是敌是友 我到底该信任谁 妈 总经理早 您先上去吧 进来吧 新角色还适应啊 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对这个灵溪设计组组组长 这个角色还适应 这个呢就得感谢我们林总了 据我所知 在我们东城设计组的历史上 这么快当组长了 你是第一个 这全靠 谢谢林总经理 不用谢我 这是你前一段努力工作应得的结果 当了小组长以后责任更大了 压力也大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 找我有事吗 丛总监 您之前给我的茶很好喝 我一直有在喝 对 那个茶确实不错 我还有很多 你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要 好 从我进入东城以后 您一直对我很关照 我很感谢 所以如果我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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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